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学一下叫做负值预算符 那负值预算符有哪些呢? 最基本的负值预算符就是等号 等号呢,其实我们原来经常说,说这个 这叫做interA等于3 其实这种说呢,是不太确切的 我们应该这样说,说把3负值给A 就是把右边负值给左边 把等号右边的负值给左边 那只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说interA等于3 真正是怎么着,是3负值给A 把右边负值给左边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等号很简单,负值预算符 那么它还有一个叫做扩展预算符 加等,减等,乘等,除等,磨等 那么这些都什么意思呢?来看加等 说把左右两边做加法 然后负值给A,左边 好,我们来演示一下 好,叫做demo-eoperator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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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eop-e-a-to-r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等号的负值预算符 负值 运算符 等号 interA等于3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把右边的常量值负值给左边的变量 那么现在你去打印A的时候结果是不是肯定是3啊? 那我再问大家,我可不可以这样来一个3等于A 把左边的 把右边的变量值负值给左边的常量 好,打印一下 行不行 好,打印一下A 来,边 是不是出错了呀? 来来看 意外的类型 为什么意外类型呢? 3是不能接受负值的 3本身就是3 那你给它负值 你给它负值一个4 或者你给它负值一个5 是不是就改变量 所以左边去接收的类型是不是肯定是变量啊? 左边一定是变量 左边必须是变量 不能是常量 你不能给常量去负值 那么这个是负值计算符最基本的等号 那还有个叫做加等号 加等号 好,我们让A等于3了 然后再来一个A加等于4 A加等于4 那么再打印一下A 看它的结果 编译 运行 大家看等于7 为什么等于7啊? 加等于运算符 它相当于什么呢? A等于A加上4 那么A的结果是不是3呢? 所以3加4的结果再负值给A 那这个结果就是等于了7 好,那我这么写 大家来看 A A等于A加上4 这个结果怎么样? 什么也一样? 来,编译 运行 结果也等于是7 那么减等,除等,磨等 这些都是怎么样? 都是把左右两边相加或者相减或者相成或者相除或者相磨的结果在负值给A左边 把左右两边相加的结果再负值给A左边 那么如果是成等的话 那就是把左右两边相成的结果再负值给A左边 好理解吧 这就是咱们的负值运算符 好,这个支持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我看好了 明镜中减的时候 我们嗯